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魔兽世界副本背景故事 今天的故事呢可能会比较短 因为闪电大厅的故事远远流长 细说起来就要讲到埃泽拉斯起源那一块 泰坦把奥多尔建造成一座巨大的监狱 专门用来关押上古之神 闪电大厅是奥多尔的一部分 现在是洛肯的军事基地 泰坦在第二次来到埃泽拉斯后 在大陆最北部的一群群蜂之中 设立了监控埃泽拉斯世界的造物者引擎 并任命了生命之王弗雷亚 创造之王迷米龙 冬日之王霍迪尔 秩序之王提尔 风暴之王托里姆 智慧之王同时也是最高管理员的洛肯 以及专门负责看守造物者引擎的 守卫克里图斯这些泰坦的守护者们 负责看守造物者平台 抑制熔炉和其他的系统被重新编写 来创造第二代抗干扰能力较强的原始种族 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上古之神对这些种族的侵染 之后泰坦再次离开埃泽拉斯世界 在所有守护者之中被赋予最高权力的是守卫者洛肯 但手中握有泰坦赋予力量的他 在奥多尔监狱看守上古之神期间 不幸被上古之神污染堕落 他煽动风暴和岩石巨人之间的全球性争端 趁机将他们全部压制 并单方面启动了针对第一代泰坦造物的冻结计划 又命令自己的钢铁造物向控制力较低的岩石造物发动攻击 并同时利用血肉诅咒进一步削弱岩石造物的力量 以削弱奥多尔的守备力量 最后目的就是想要释放古神尤克萨洛 创造黑暗世界 最终来逆反万神殿的统治 在风暴峭壁洛肯的一战中 洛肯也表示了自己效忠尤克萨洛的决心 如果说凡人被上古之神影响而堕落并不稀奇 但是洛肯相当于艾兹拉斯的首席管理者 为什么要放弃自己老大的位置 反而要去追求艾兹拉斯老二的位置 完全没有堕落的理由 唯一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洛肯的原型是北欧神话的洛基 那个最奸诈的神 洛肯杀害了弟弟托里姆的妻子 让风暴之王冲向智慧之巅向自己决斗 借由主场优势和古神力量 洛肯打败了最强战力托里姆 又设计陷害了他原本的守护者同伴 把他们丢入奥多尔来接受尤克萨洛的洗脑 至于提尔的去向 现在还是完全不明 泰坦估计都要笑了 自己设计的几个守护者 竟然这么轻易的被一个上古之神尤克萨洛给忽悠了 单纯的靠那嘴巴 尤克萨洛就成功的拉拢了所有的守护者 除了那个失踪的 正当洛肯在闪电大厅的宝座上 津津有味的准备庆祝胜利的时候 半路杀出个布莱恩铜婿 在岩石大厅找到了洛肯的阴谋后 布莱恩铜婿修改了主程序的编码 又得知被洗脑的守护者 也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方法 还有杀掉洛肯就可以恢复意识 所以就开始了这次进攻闪电大厅 在经过洛肯制造的五重军队后 终于来到了洛肯王座之前 洛肯那霸气的台词和那低俗的实力 终于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展示 最终洛肯被矮人探险家 布莱恩铜婿的探险队 以及土龄 还有一众联军杀死 拥有古神之力 以及守席守护者之力的洛肯 却不敌一群蝼蚁 想笑的同时又觉得可悲 埃德拉斯的管理者 最后连个团本的门都进不了 就如同北欧神话中洛基一样 最后一战 轻而易举的被人砍死 而洛肯的死 却引发了更大的危机 因为泰坦在各个星球的主实验室 都会设定一个自动防御机制 当该地的最高管理者死亡时 该实验室就会对泰坦的万神殿 发出危机讯号 而这个时候 万神殿就会派出观察者奥尔加龙 来到该星球进行考察 依照该星球发生的变化状况而定 奥尔加龙会做出不同的决定 但是根据现在埃德拉斯的发展 组程序经过计算之后 认为奥尔加龙会毁灭 埃德拉斯的可能性接近100% 而奥杜尔的天文台里 就是奥尔加龙的落脚点 下一期 我们将会介绍 设计最精妙的团队副本 奥杜尔 欢迎下一次继续收看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